我们今天教大家这个Google地图的时间轴 我们先点地图 右下方会出现我们的账号 点下去 设定 点下去 个人内容 点下去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 位置回报功能跟定位记录这两个把打开 我们先点位置回报功能 这时候它就会打开你的GPS 确定 然后定位记录点一下 这里会有定位记录 我们把它打开 启用 我知道了 这里要注意一下与这个账号相关联的装置 我们把它点开来 点一下 然后选我们要的装置 我是选手机 因为有人会把Google账号给平板跟手机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选手机才能够定位我们的方向 这时候我们就回上一步 上一步 上一步 然后我们再点开我们的账号 这里会有一个时间轴 点一下 那这里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什么日期 什么时间到过哪些地方 这里 点开来 譬如我要看5月27号 它这边就会显示出 我去哪些地方的租机 很清楚 不过如果在讯号不较差的地方就会不太准确 但它也是能够当作你租机的一个参考 所以记得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订阅打开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